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肖战绝对是内地娱乐圈相对特别的存在 爆红不过半年,之后他就深陷了负面的舆论 大起大落是他这段时间最好的形容 不过负面舆论并没有让肖战的事业跌入谷底 他的粉丝忠诚度相当高 这在流量为王,粉丝经济的娱乐圈就是最大的资本了 在众多品牌纷纷下架肖战产品的时候 某火锅品牌坚持用肖战代言 这一波公开战队引来粉丝的疯狂购买 而该品牌的官微已如明星一般 转赞评的数据都是非常的不错 这也都是肖战粉丝的功劳 虽然肖战并未露面 但他的影响力一直都在 微博上有个明星超话榜 这个排名是明星影响力和粉丝活跃度的象征 一直以来蔡徐坤都高居榜首和第二名拉开很大的差距 饭圈戏称蔡徐坤的粉丝执行力非常之高 堪称是军事化的管理 但是最近蔡徐坤维持了近半年的记录 被肖战再次打破了 为何是再次呢 上一次因为周杰伦的歌迷发力 大家一起把周杰伦送上了榜首 以此来证明周杰伦没糊 不过杰伦迷都是散粉 也不靠打榜来证明自己 所以杰伦很快又掉下了榜单了 而肖战的粉丝 则是实实在在的白头当中 将粉丝送上了榜首的位置 可以见粉丝的战斗力之强大了 大众和媒体都在唱衰肖战 认为他付出无望了 前途坎坷 但是有强大的粉丝做支撑 他依旧可以成为娱乐圈金主们眼中的翔波波 除了超话打榜以外 最近还出现了一个 抗击疫情明星影响力的名单 肖战以315量的报道量高居榜首 微博讨论度更是一期绝成 第二名王一博的数据也很不错 电视和肖战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去年夏天的双顶流 现在依然能打 现在肖战粉丝是有把所有榜单都刷爆的趋势 他们不再与网友争辩 而是默默的用数据来支撑自己爱豆的事业 如果以数据来论顶流的话 肖战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肖战爆红的经历在医疗之中 毕竟这几年靠审美剧走红的明星在不少数 但是事业反转如此之快 热度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 肖战是非常独特的存在了 人猴是非多 但肖战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 成也粉丝 败也粉丝 如今想要重获大众和市场的认可 还是得靠粉丝来铺路的 其实肖战自身是有实力的 选秀出道的他虽然不是专业的练习生 但歌唱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能够和前辈娜英搭档进行音乐竞技 足见他有一定的功底了 陈青令虽然有书粉和红利在先 但是他也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很多观众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短时间内 收获到如此多的关注和喜爱了 如果把时间倒回十年的话 一个演员能够拥有一部代表作 就能够吃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角色红利 但是如今环境在变化 粉丝和观众对演员也夜发严格了 想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还需要多个代表作品的加持 比如说艳阳千玺舞蹈经验 演技能够获得影帝的提名 不管他的数据怎么样 他已然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用实力征服了大众 肖战现在有粉丝做坚实的后盾 未来还需要靠实力来获得大众的认可 一切都是未知 大家各凭本事好好加油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